自中国空间站实施建造以来 航天员程组开展了多项科学试验和研究 已经取得了多项成果 眼下在中国空间站的生命生态实验柜里 水稻和拟南界正在茁壮成长 尤其是水稻第一次在太空里接碎了 从7月底注入营养业以来 水稻和拟南界经历了萌发 生长 并进入到成熟阶段 在中国载人航天有效载贺运控大厅 科研人员正在密切关注植物的生长变化 营兰界它的生长周期比较短 第一批我们生长的几个营兰界 其实已经完成了一个 从种子到种子的一个过程 那整个这个水稻呢 实际上目前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顶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 绿绿的这种小碎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水稻 已经开始第一次的这个太空里面 我们在结碎了 研究微重力条件下 从种子到种子的全生命周期 营兰界此前已经有成功的先例 此次实验的科学目标 是要进一步研究 如何体质增产 对于水稻而言 完成从种子到种子的 全生命周期培育 这在国际上还是第一次 空间站是提供了一个 长期的一个 相当于一个实验的一个环境 后续的这些相应的这种种子 包括我们这种叶片 我们会进行收集 然后带回到地面上 然后进行更深入的一些研究 然后再进行更深入的研究